八王之乱是发生于西晋皇族之间的一场长达16年的动乱 这场动乱结束后 西晋国事衰微 为后来的永家之乱埋下了伏笔 这场动乱的主要参与者是晋慧帝司马中的皇后贾南风 以及部分诸王 即所谓的八王 这八王分别是 汝南文成王司马亮 楚隐王司马伟 赵王司马伦 齐吴敏王司马九 长沙利王司马懿 晋武帝第16子成都王司马影 河间王司马鱼 东海孝县王司马岳这八王 当然在这场内乱中 参与的王都指这八个 但在晋书中将这八王绘为一列传 因此历史上称这次动乱为八王之乱 想要了解八王之乱 我们首先得了解他所发生的背景 八王之乱发生的背景 一晋武帝大肆分封 致使诸王伟大不调 晋武帝司马延统一全国之后 为了使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司马氏的手中 便大肆分封同姓诸王 试图保证江山的长治久安 从一开始 他便封了27个王 后来又增加至57个 诸王分布在全国各地 形成了一个以中央为中心的军事屏障网络 与此同时 为了进一步巩固司马家的政权 司马延又任用宗室诸王掌握一些军事重镇的大权 如任用秦王司马俭出镇关中 楚王司马伟出镇荆州 汝南王司马亮出镇许昌等 司马中即位后 先后又任用赵王司马轮 和奸王司马于镇守关中 成都王司马影镇守夜城等 而这些人后来都无一例外地 成了西晋皇族动乱的罪魁祸首 分封诸王后 宗室诸王都拥有自己的军队 有着自己的训练组织机构 他们既是所属军队的最高统帅 又兼任地方的民政长官 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时间一长 当中央出现矛盾时 你很难保证其中的诸王有没有野心 再者 他们手下的一些幕僚 为追求荣华富贵 竭力怂恿诸王对抗中央 争权夺势 而周郡却没有一定的军队与之相制约 很容易形成伟大不调的局面 最后终于酿成了八王之乱 司马延分封诸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司马市的统治 但事情的发展往往是出乎人的意料的 他大量任用同姓诸王掌握外军 最终促使这些人掌握了地方的军政大权 其结果是反倒削弱了中央集权 破坏了司马市的统治 加速了西晋王朝的灭亡 二甲南风瘫得无厌 是一场宫廷政变演变为皇族诸王争夺政权 公元290年 晋武帝司马延去世 其子晋惠帝司马中继位 司马中智力不太正常 因此 朝政大权完全控制在当时的太傅杨俊手中 而司马中的妻子贾南风又是一个野心勃勃之辈 晋武帝生前 他就以残酷暴虐著称 多次受到武帝的呵斥处分 晋武帝死后 失去了制约 他不安分的本性暴露无疑 企图从太傅杨俊手中夺取朝政大权 因此 他与楚王司马伟联合 司马伟于元康元年 公元291年 带兵入朝 诸杀杨俊及其家族亲信数千人 并将杨太后废为庶人 将其身边的侍女全部撤掉 后又逼杨太后绝食而死 关等受甲后密旨 诸骏亲打 夷三族 死者数千人 诸杀杨俊后 众臣又推举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众臣魏冠 共同执掌朝政 引起了甲后的不满 甲后心想 老娘辛辛苦苦发动的这场政变 到头来却给别人做了嫁衣 是可忍赎不可忍 于是 他又与当年六月发动政变 再次命令司马伟带兵杀掉了司马亮 以及魏冠等 事后 甲南风又以晒杀大臣之罪将司马伟给杀了 甲南风的一时三鸟之计 先后除掉了与他争夺政权的杨俊 司马亮 魏冠 司马伟等人 使朝政大权完全落在了他的手中 至此 八王之乱中的二王司马亮 司马伟已经淘汰出局 这是八王之乱的第一个阶段 对于西晋王朝而言 这仅仅是一场宫廷政变 并未商及国家根本 对老百姓也没有太大影响 事实上 甲南风掌权之后 西晋王朝经历了八年的平静发展期 永康元年 公元三百年 三月 甲南风因与当时的太子司马玉不和 害怕司马玉当上皇帝之后自己将被清算 遂派亲信在许昌江司马玉毒害 至此 这份平静被打破 司马玉死后 朝堂震荡 群情激愤 宗室诸王蠢蠢一动 四月 赵王司马伦在其幕僚孙秀的怂恿之下 利用禁军的不满情绪 命其王司马炯率军入宫 发动政变 诛杀贾南风极其亲信 由于贾南风的贪得无厌 致使一场宫廷政变演变为皇族诸王内斗 至此 八王之乱的第二阶段拉开了序幕 一场惨烈的浩劫将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上演 得划下大地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创伤 战乱经过 依三王公司马伦之战 诛杀贾南风极其亲信之后 司马伦野心不减 为了扫除障碍 杀了反对他的大臣之后 自认相国 掌握军事大权 独揽朝政 在这期间 淮南王司马允因不满司马伦独断专行 起兵攻打司马伦 结果因兵败布敌被杀 与此同时 司马伦发现司马炯好像对他有不满情绪 为防止司马炯反叛 他以诛杀贾后有功之名 封司马炯为平东将军 令其镇守许昌 司马炯遂离开朝廷 司马炯这一走 对司马伦来说 等于是放虎归山 不久 他将为他的这一错误付出应有的代价 永宁元年 公元301年 正月 司马伦终于露出了獠牙 废掉金会帝 自立为帝 远在许昌的司马炯得知司马伦这一行为 气愤不已 他立即联合镇守夜城的成都王司马影共同起兵 讨伐司马伦 另一边 和奸王司马鱼先与司马伦结成了同盟 并帮助司马伦镇压司马炯起义 但是 当他发现司马炯 司马影的兵力强大时 他背叛了司马伦 反过来与司马炯二王结成了同盟 演变成了三王 司马炯 司马影 司马鱼 攻司马伦之战 向洛阳发起了进攻 司马伦得知司马炯 司马影 二王向他攻来时 他立即任命手下许超 孙慧率军三万 北渡黄河 阻击司马影军 三月 司马炯主力与张宏军相遇于营水 双方展开了激战 司马炯军因不敌张宏军而被迫撤退 当张宏乘胜追击时 司马炯又组织大军反击 张宏害怕被夹击 退营防守 双方展开对峙 河北方面 当司马影率军进入昭阁时 兵力已经增长至二十万 但是其先锋军到达黄桥时 遭到了许超军的埋伏 死伤八千余人 司马影见此状况 萌生退役 准备退守昭阁 但在眼周刺势王燕的剑意下 放弃了此念头 随后 他命令赵湘率军八万 与王燕和兵袭进 司马伦得知 命令许超与孙慧和兵 抵御赵湘与王燕大军 双方在嗅水展开了击战 这一战 由于许超轻敌 致使其大败 被歼一万四千余人 许超 孙慧二人逃回洛阳 司马影趁势渡过黄河 向洛阳发起了进攻 得知司马影大军压了 司马伦的左卫将军王于发动兵变 将司马伦囚禁了起来 并是惠帝复位 不久 司马影进入洛阳 杀掉司马伦之后 派兵南下协助司马炯进攻张宏 张宏在南北夹击之下投降 司马炯随之进入洛阳 司马炯进城后 大权独揽 打杀司马伦家族之人 以及一些当权大臣 弄得人人自危 司马影见此情况 立即率军返回叶城 自此 朝中大权完全为司马炯所控制 历时六十多天的司马伦之乱就此结束 战乱中死伤的将士官力达十万余人 炯陆落 帅甲是数十万 惊其器械之胜 阵于帝都 至此 八王之一的司马伦出局 二司马影 司马鱼 司马一三王之乱 司马炯掌握朝政大权之后 鞠躬自傲 大量着用亲信 排除一击 以至于所有人都对他失望不已 其统治岌岌可危 简于此 原司马鱼长史李涵 偷偷前回长安 说服司马鱼 攻打司马九 司马鱼接受了他的建议 任命李涵为都督 率军进攻洛阳 与此同时 他又通告司马影和长沙王司马懿 泰安元年 公元302年 12月 司马懿率军进攻司马九 双方激战三昼夜 司马炯兵败被杀 朝政大权遂由司马懿掌管 至此 司马炯出局 司马懿掌管朝政之后 又引起了司马鱼和司马影的不满 他们二人密谋除吊司马懿 夺取统治权 于是 司马鱼受益李涵暗中除吊司马懿 然而 这一计划 却被时任参事的皇府商得知 告诉了司马懿 司马懿立即逮捕了李涵等人 并将其杀掉 随后 司马鱼 司马颖二王以司马懿论功不平为借口 于泰安二年八月同时起兵进攻洛阳 司马颖亲率大军进驻昭戈 并以一部分兵力南渡黄河 控制黄河两岸以及渡口 同时任命陆基为大都督 统兵二十万 沿黄河南岸游西进攻洛阳 司马鱼以张芳为大都督 率领精兵七万 入汗谷关 游东进攻洛阳 针对二王的东西夹击 司马懿的对抗计划是兵分两路 一部分由黄斧商带领 在西建水抵御张芳军 自己则率主力北出洛阳 在黄河梦津赴平津一带迎击陆基大军 9月张芳在西建水击败黄斧商到达洛阳西郊 与此同时陆基大军也已经渡过黄河沿南岸地区向洛阳进军 司马懿见此情况 立即率军阻击在沟市击败了陆基的一部分兵力 但此时张芳已经率军进入了洛阳城中 司马懿见大本营不保 立即放弃陆基部 火速驰援洛阳城 双方在城中展开大战 张芳大败 死伤惨重 率军退至城外 随后 司马懿又携大圣之威 对洛阳城东的陆基发起了进攻 大败陆基主力于建春门外 歼敌六七万 实在死者如鸡烟 水为之不流 足见这一仗的惨烈 这一仗失败后 陆基被司马懿诛杀 剩下的军队由石超率领撤退至城东要点 与司马懿相持 张芳也趁司马懿攻击陆基之时 退守至城西 与司马懿对峻 此时的洛阳城 已经被司马懿以及张芳军围得水泄不通 期间 司马懿多次尝试进攻张芳 但军已失败告终 而张芳和司马影也尝试进攻洛阳 但都因司马懿的顽强抵抗而失败 双方谁也奈何不了谁 就这样一直对峙到了十二月末 正当张芳因九攻不下而率先准备撤军时 洛阳城却发生了那乱 东海王司马懿与部分进军串通 于永安元年 公元304年 正月25日夜 趁司马懿不备之际 将其拘禁 后司马懿派兵告知张芳 张芳遂派兵烧死司马懿 至此 司马懿出局 三司马懿 司马懿之乱 司马懿死后 朝政大权落入了司马影手中 司马影将皇帝一仗牵至洛阳板公 在权力面前 人很容易迷失自我 和之前的司马轮 司马懿 司马懿一样 掌握大权后 司马影逐渐迷失自我 大权独揽 任用亲信 引起了司马岳的不满 司马岳遂于当年七月 率军十万携进会地征讨司马影 司马影派石超率军五万迎战司马岳于荡阴 五万人对十万人 结果司马岳战败 丢下进会地 自己率军狼狈逃回其封地东海 惠帝则被司马影俘虏到叶城 司马鱼则趁司马影与司马岳对战之时 派张芳率军两万人趁机占领了洛阳 但是 刚击败司马岳不久 司马影的危机变来了 时任幽州安北将军的王骏 联合司马岳之地司马腾以及仙卑 乌环等少数民族 共同进攻司马影 司马影派石超出去迎战 结果石超大败 联军向叶城压来 城中百官见子 纷纷逃走 司马影见大势一句 只好带着惠帝前往洛阳 惠帝到达洛阳后 此时的洛阳已经被张芳所控制 但张芳同时也明白 凭他这区区的两万人 是难以在诺大的洛阳城立足的 于是 他挟持进会地与司马影撤离洛阳 返回其根据地长安 永兴二年 公元305年 7月 司马岳以迎会地返回洛阳为名 联合许昌都都司马骁 幽州都督王骏 下批都都司马帽起兵讨伐司马鱼 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战争对峙之后 司马鱼逐渐不敌 蒙生了投降之意 永兴三年正月 寡不敌众的司马鱼 终于下定决心投降 为了表示对司马鱼的诚意 他斩棋布下张芳的首级送予司马鱼请和 但被司马鱼给拒绝了 趁司马鱼请和之际 司马鱼挥师西进 禁止关中 在坝水一带与司马鱼展开了决战 但此时的司马鱼军已经是强弩之末 早已无斗志 士兵很快溃败 司马鱼本人逃进太白山之中 随后 由齐鸿所率领的乌环骑兵 进入长安 大肆劫掠 屠杀百姓两万余人 然后挟持惠帝返回洛阳 惠帝到达洛阳后 改缘光西 十月 司马鱼被看守他的人一杀 十一月 晋惠帝突然中毒身亡 其帝司马赤继位 视为晋怀帝 十二月 司马鱼在前往朝廷的路上 被南阳王司马摩派遣的将领 在车中掐死 自此 锦王朝的军政大权 完全落入司马鱼的手中 司马鱼成为了八王之乱中 笑到最后的那个人 至此 从贾后废太子司马鱼引发的八王之乱 经过七年的统治集团内部的大混战之后 宣告结束 八王之乱不仅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而且由于诸王利用少数民族参加内战 以至以后造成中原地区更大规模的混战 这些混战加速了西晋王朝的灭亡 历史开始进入十六国时期 进入十六国时期之后 中原大帝战乱频繁 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在华夏大帝上演 这种黑暗动荡的局面一直持续了近三百年 直到隋文帝阳间再次统一中国